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啊 在家里面养殖一种非常名贵的小动物 听说是一年可以赚好几十万啊 今天呢 我来到这个养殖场 带朋友们来了解一下 它到底养了什么宝贝可以这么赚钱 这一个养殖场啊 它是建在了大山脚下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在前面呢 就是原始森林啊 非常茂盛的大树 三年前啊 我们村里面的这个老大爷 在这个山脚下啊 投资了二十多万块钱 建了这些水池啊 准备养殖一种非常名贵的遗类啊 可是呢 刚养没多久啊 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前年啊 我们这个地方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给我们当地的很多人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而这一个养殖场的主人呢 就是其中一个啊 他看着当时的那个情形 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啊 当时的情景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啊 巨大的洪水 从山上啊 冲下来很多的泥沙 而这个老大爷的养殖场呢 当时 全部被泥沙覆盖啊 这些水池已经根本看不见了 全部是泥沙把它埋住了 看着自己啊 投资了二十多万 建的这个养殖场 被这个泥沙给吞没了 老大爷是非常的伤心 可是呢 他没有放弃啊 他请来勾击 把这个池子里面的泥沙啊 给它清到旁边 又继续在里面搞养殖了 经过一年多时间啊 现在终于是有了成果 这些啊 就是老大爷他养的宝贝啊 这是一种鱼 它的名字呢 叫寻鱼 朋友们看 它的外形啊 跟鲨鱼长得很像 这一个池子里面啊 是还没有长大的鱼鱼啊 在下面有很大的鱼鱼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一个池子里面的鱼鱼呢 基本上每一条都有六斤以上 再养一段时间啊 就可以出货了 这种鱼鱼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高的啊 收购价格呀 一斤都可以卖到十几块钱 如果说养到七八斤一条啊 那一条就可以卖一百多块钱了 可以说非常值钱啊 现在一共是有六千多条鱼鱼啊 再养一个多月就可以上市拿来卖了 一条鱼鱼卖一百多块钱 六千多条呢 就可以卖六十多万 这个老大爷啊 他的辛苦劳作 总算是没有白费啊 想一想当初辛苦见到养殖场被洪水吞没那种一哭无泪 再到今天啊 获得继额的回报 老大爷心里面呢 也是感慨万千 其实我们年轻人啊 也是要学习老大爷这一种百折不到的精神 只要是付出了 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拍到这里 朋友们如果说对于这个寻鱼养殖感兴趣 或者是有更多的了解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啊 好 那我们为这个老大爷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